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婷婷 今天是感恩节 那么首先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今天呢也是申请CRB的第一天 所以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稍微想一下 如何填写CRB的申请表 它的申请表呢 其实和CRB一样都是非常简单直接的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好那么首先呢 你是要登录你的CRA账户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界面 你可以看到申请Canada Recovery Benefits 或者是申请CRB 那么我们需要选择第一个 就是申请Canada Recovery Benefits 接下来的这一页呢 有三个选项 如果你是申请CRB的话 你需要选最后一个选项 那么前两个选项 第一个呢是你申请CRCB 第二个呢是CRSB 好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申请CRB 所以我们选择最后一项 然后点击Next进入下一页 好那么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页呢 一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申请要求 那么申请的话 你需要在所有的申请要求前面打一个勾 那这个申请要求呢 跟我们之前视频里讲的申请要求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问你你现在是失业的状态 还是你的工资减少了50% 那么如果你是失业的状态呢 你就要选第一个 You stopped work for reasons related to COVID-19 然后如果你是公司降低了50%呢 那么你就选第二项 You have had a reduction at least 50% in your employment income or self-employment income for reasons related to COVID-19 好那么这个页面的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你要选择你要申请哪一期 那么目前为止 只有一期就是September 27th to October 10th 所以你只要选择这一期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Next进入赛一页 好接下来这一页 你是不需要填写任何东西的 它只是要你宣示确认 你是符合申请要求的 那如果你确定你符合申请CRB的要求呢 你就需要在最后的那个框格里 打一个勾就好了 然后点击Next进入赛一页 好接下来这一页呢 它就是让你确定你的银行信息是准确无误的 因为接下来呢 如果你有关联你的银行账户的话 它会把钱打入你的银行账户里 当你确定你的银行账户信息是正确的之后 你就可以点击Submit 就是提交你的申请 好最后你就会看到Confirmation确认的这一页 它会告诉你 你申请的这一期呢 9月27号到10月10号的这一期 已经成功的申请完成了 在接下来的5个工作日之内 你会收到900块的福利 好今天的视频很短 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填写CRB的申请 那么申请我们填完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回去继续过我们的感恩节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